听见 听见 你不是让钱是份回老家 说让把你这筐 这扁的给找来吗 他没够让我给你烧来了 你要这玩意干啥呀 哎 老钱大哥 这玩意你还保留着呢 对 我怎么能扔了呢 事隔这么多年了 我只要一看见这个东西 说实话 我 哎哎哎 哭啥玩意啊 老钱 老黄 你们两个 再仔细的端下端下我 我是谁 你的美丽的姑娘 站在了我的面前呢 不是你啊 就是你啊 真的是你啊 是我呀 看见没脸儿快成了 这是 这是完了 这是我没信了 老钱 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这个信封 你还认识吗 这是当年我发工资 装钱的信封啊 当时 黄医生说 必须得把我送到医院 在抬我去医院的路上 你悄悄地把这个信封 塞在了我的棉袄里 这信封里装着三十块钱 那可是你一个月的公司啊 哎呀 你大老远从黑龙江到辽宁来支援我们 你病倒在这儿 你说我们不管你 谁管你啊 出院之后 队长也结束了 这几十年 我到处打听你俩的下落呀 多亏了 老范大哥 我把你们开业那个视频 刚发到朋友圈里 他第一时间就认出了你们 他说你们俩是他当年的恩人 买张高铁票是就过来了 他说他要报答你们 我明白了顺便再跟当年的小黄续续前缘 你刚才进饭店的时候 你咋跟我说你是跟老黄来相亲的呢 啊 我跟你逗哪儿呢 真是 你跟老黄那点事 那老范早告诉我了 啊 你好好的去追你的黄小娟吧 啊 我跟你们说呀 我那个媳妇也挺漂亮 就是他让我来的 他跟我说呀 这人一定要懂得感恩 老范大哥说的对 到了我们这个岁数啊 人就特别的怀旧 我们在大坝工地上 当年那些事都历历在目 和我们大会战并肩作战的员工们 经常会出现在我的梦里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这把扁蛋 就是我从黑龙江带来的那一把 他们之所以开这个小店 就是为了记住当年 就是啊 我们呢 要把咱们这一代的人的精神 传承下去 啊 看 钱串的三个字 从此以后 我们把它改成火红的年代 哎 这把扁蛋 我要永远地挂在 我们嘎巴汤的小店里 对对 我这就挂掉 我这就挂掉 哎呀 这你们个人够得着吗 还是你那个也不太够 哎呀 你俩别争了 那我就蹲在这筐里头 哎 你干啥啊 你想 你想给人打赖啊 你啊 我不干啥 我想找找当年的感觉 好 我陪着你 我也想找找当年老黄辣妹子 挑你那种感觉 好啊 那咱们就情景在线 共同重温一下当年的激情 等会儿 我要把这个视频留下来 也让今天的年轻人 看看我们年轻时候 那个火红的年代 好 丢起来 哎 关掉 好